大家好 之前我进来看到我国外交再一次的拉紧报 中南美招邦交国瓜地马拉 该国的外交部长吴浩透露 正在考虑和中国大陆正式的发展贸易关系 但计划继续维持和台湾的现有外交 基因分过 campe予划绅 公职务人公职份 小金融游划继续持在哪种 去台湾 下一步 ا乖上的富有亩文化 而是在中国的国家的货币 瓜国外长马蒂内兹五号 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表示 瓜地马拉正在考虑和大陆发展 正式的贸易关系 那么尽管外长瓜国的外长 他强调会和台湾维持合作 目前并没有断交的想法 但是这个发展对于我国来说 还是一个警讯 因为今年中国大陆是不断不断的加强 对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 而拉美国家历来和美国的关系 是非常的密切 很多的中南美国家 近期也是转向的和中国来建交 对此我国的外交部就回应了 瓜地马拉他们新团队 去年大选的前跟后 其实就多次的提到 维系台瓜的邦交和与大陆发展 经贸关系是互不冲突 那么北京方面 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最新他也重申了 这个对于事件 他说是重申一个中国原则 那么现在看来 瓜地马拉表达是希望和大陆 发展经贸 但是在美国方面 两党目前却是因为 大选对于中国的经贸 似乎出现了不同 两方面的一个方向 找出共和党初选的 美国前总统川普 他四号的时候 接受了Fox新闻的专访 当时他就表示 如果大选取得胜利 那么他将会对中国大陆的商品 再一次的加征关税 而且这个税率 很有可能会超过60% 肯定地表示 美国现在如果他当选了 川普他必须要这么做 不过对于是不是呢 这个行为是不是要和中国展开另一场的贸易战 川普他强调这不是贸易战 但其实要知道川普他2018年的执政期间 他曾经就真的导致了中美现金贸易 这个贸易紧绷关系 而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拜登呢 也就是目前执政的民主党 似乎呢和共和党是反向的 民主党是希望继续和大陆改善经济的合作 因为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由美国财政副部长尚博他率领的 五个人的代表团 是在五月 在二月的五号还有六号的时候 是在北京和大陆的财政部的高层 举行了一个中美经济工作组的会谈 那么看到这个工作小组 是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去年呢他是在七月的时候 先访问北京之后 接着两个月 美中在九月的时候 就成立了经济还有金融小组 那么这个目的呢 这两个小组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就这些经贸的问题 实质性的讨论 而这一次的会议呢 这个代表团这一次的会议 其实呢是已经是这个经济工作小组 成立之后 双方展开的第三次的讨论 从去年九月到现在 已经讨论了三次召开这个会议 那么同时也是双方首次 在北京面对面的会谈 而也是中美高层 他们在沟通之后 所展开2024年最新一轮的接触 那么预计呢 其实就是在为叶伦 他的访华行先做一个铺垫 先做一个铺路 而金融工作小组 则是在1月18、19号的时候 也是首次的在中国举行了会议 那么面对川普 他当选美国对中的政策 是不是会改变 大陆发言人汪文斌 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 他日前就已经表示过 不论呢 现在是拜登还是川普当选 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现在呢 其实中方他们的立场 就是希望可以和中方 美方和中方是可以相向而行 而美中之间呢 其实最敏感的问题就是 我国总统大选之后 三方的关系呢 其实是持续的受到关注 那么是否在诺洛和我国断交之后 会引发一个骨牌效应 下来看 民进党台独背景让各界忧心 如今传出过去八年 已经断交九个邦交国 今天六号再传出 瓜地马拉正考虑和大陆发展贸易关系 瓜地马拉外交部长马蒂内兹表示 将继续和台湾维持各层面合作 不过绝不能忽视中国的力量 同时希望将瓜地马拉的商品 推广到中国大陆市场上 回推勒清德当选后 各个邦交国忧心如焚 从1月16号也就是总统大选三天后 诺鲁宣布与我国断交 转与中国建交 1月26号传出图瓦鲁大选后 将断交台湾 今天6号瓜地马拉表态 可能将和大陆走向贸易关系 如今台湾仅剩12个邦交国 2023年8月总统阿雷巴洛就任时 誓言终结贪腐 并且希望双向而行 维持台瓜友谊 同时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而中国近年来对拉丁美洲经济影响甚至 许多中美洲国家也逐渐从台湾 转向效忠大陆 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睽違十年访问香港的世界 球王梅西在香港的友谊赛 是完全没有下场 这也惹怒了全香港的球迷 那梅西5号的时候 抵达亚洲行的终点在日本 那么在戒者会上呢 他就被问到在香港的事情 没有下场一事 梅西呢他就解释到 自己真的很不舒服 很遗憾没有出场 美西在抵达日本机场的时候 可以看到呢他是自己背行李箱 自己提手提箱 就有球迷就酸言酸喻的说 看起来身体明明就没有什么状况 那么尽管美西说呢 有机会是想要回到香港踢球 但是港府说 当天其实曾经三次的要求美西上场 但是都没有结果 主办单位也宣布要撤回 港府资助 1600万元的赞助申请 而日本也有球迷说 担心美西呢 他在日本会不会也是虚晃一招 所以呢就一直问主办单位 是不是可以退票 那么看到呢 美西他是在争议中离开了香港 但是呢 现在他一到日本机场的时候 就灭带微笑 和前来接近的媒体 还有球迷回首打招呼 那这也让香港的网友 是非常不满 就大酸 怎么和在香港 全程臭脸完全不一样 美西抵达日本 一改在香港型的臭脸 面对在场媒体和球迷 是挥手致意 对比他在香港 几乎是全程臭脸不甩人 完全是两样琴 媒西虽然仍已离开香港 但惹出的风波仍在伤 香港小委会更收到245宗 媒西的投诉 涉及165万港元 我花了那么多的价格 那么大的代价 我费了千公里过来 我看得又是大 我感觉就是我 我就是一片了 不少球迷直呼 这根本是大型诈骗现场 更有球迷发出 媒西跟球队出访比赛 其他国家都有上场踢几分钟 唯独在香港 他完全没上场 被网友质疑 根本是双面人搞歧视 尤其媒西比赛结束后 所有球员都排队 跟香港特首李家超合影拍照 唯独他是双手插口袋 从后方绕过去 没有要理人的意思 对此港府声明表达极度失望 立法会议员霍启刚则要求对道歉 主办单位称将撤回 1600万港币政府资助的申请 前特首梁正英女儿怒劈梅西 香港不再欢迎你来 更有香港人看到梅西的人形 看板直接踢飞梅西的脸 一趟香港行争议连连 记者组合报道 太阳心全校客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药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煮助导致י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áveis ideas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神 Kitbit公导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